好 好 文婧 对不起 对不起 不是故意的 怎么样 没事吧 叔哥 赶快收拾来 快点 好 周总 车先到了 我就先上来了 陈助理 不好意思啊 你看他弄了一团糟 这位就是陈助理 你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吧 陈助理 你好 你好 我是周总的秘书 我叫郑薇 早就听说 周总身边有一位得力能干 年轻有为的助手 今后的工作 还请多多关照 陈助理 您太过奖了 您是名校海归 年轻有为 我之前也听周总说过 董事长 特别垂爱我们项目二部 有什么好的设备人才 都会指派给我们 今后工作中 要是有什么需要 或者办公室 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还请您尽管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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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脸似乎不得好 没事吧 我没事 一会儿找个机会敬他一杯 你们以后 在一起合作的机会很多 明白吗 好 嗯 二位 陈助理 这可是我们总公司之话呀 陈助理 我先敬您一杯 以后在工作上 我应该努力地向您学习 从今往后 我们就是同事了 正秘书可见 叫我小郑就可以了 先看位置 陈助理好酒量啊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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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别人说 陈助理是在国内读了这个 华东建筑大学的本科 才出去了是吧 嗯 所以说你跟咱们正秘书 这是校友了 说起来 我们是同一个学院的 这么强 威姐 你们两个 应该在学校里见过吧 对啊 也许见过吧 后来大家都忘了 那你可